來到最新一期星運 今期我就不會就著新月圖 去做一個general的星判分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接下來這段時候 最大的量點 不單止是量點 是最大的危機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在我 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 其實已經公佈了出來 詳情我會在這個post的文字內容 我會把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講起我每一個post的文字內容 其實我自己出post 我塔尖亂林出post 是真的圖文聲並謀的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圖 或者去聽片 就不去看文字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說 咦? 不知道我塔尖亂林 是正在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去幫其他黃店優惠的一個campaign 是的 我說咦? 其實我在 我在我每一個post裡面 我都會打這段文字出來 他說我沒有看文字 唉 真的 怎麼幫你呢? OK 好 那 也當我想說什麼呢? 是的 同時在這個post的文字欄那裡 我也解釋了 那就真的成門口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信任 是的 那我今期真的是超忙 因為我開升盤 就是我算命層面那邊 那些客人已經排到去才拿去 是的 就是我塔羅占卜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24小時候 或者 就是如果有時太晚 那就每天吧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拖的嘛 塔羅占卜 是的 但是呢 算命那條隊真的排得太長 那就 嗯 令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沉痛的決定 就是說呢 接下來15滿月的那個星運呢 是要取消 是的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 其實 我寧願 跟大家趕緊取消 有一個心理準備 而如果我到時真的有空 我真的搞定我算命那些客人呢 我反而到時出 令到大家有一個bonus 明白嗎? 不要到時才說沒有啊 那那個負面情緒會更加大了 是的 但是我想一想 因為 其實 最近 真的差不多 我想2020年以來 那個星運呢 有很多的制度和模式 都是不斷的很多的改變 但是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 正所謂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斷的進步 很多的改進 但是呢 我不想經常好像有太多的一些 翻天覆地的改來改去 令到大家 產生一些厭惡的程序 那不如我這樣說吧 嗯 我不要說一刀切 一定斬走了 十五 接下來十五個滿月星運 是的 但是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如果最高like數的三個 是的 的三個星座呢 那我接下來 即是今次 是今次這個初一星運的每一個星座 哪三個是最高的like數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那我就 在十五滿月那一期 我就寫刀寫出來 是的 但是 還有 Absolutely Speaking 你也是要過了20個like的 是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小貓心思就是我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鬥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兩個like OK 那難道我 做給兩個like那些題嗎 是不是? 那 即是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是的 那麼 也是 Facebook我想見到紅色深深 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甲 好 那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就說 不會去講 就是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一個分析 但是呢 不說還需說 是的 不講還需講 因為我畢竟呢 其實說真的都已經是 去 幫助了這幅新月圖回來的 OK 那 真的很簡短去講講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三分上 OK 很多的藍色線線 就跟這個新月形成了一個三分 那同時呢 這個天地 即是這個IC就有這個 金液合水的 是合得正正 是搭正這個IC 那其實今期這個農曆潤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些婚生家 爭遺產 離婚 兄弟 一些家族的決裂 是的 OK 好 那 但是 但是最重要那個 最嚴重那個 星象分析 在接下來是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看看 這個文章 就是這個post的文章 那些link 就是我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已經有講了 那就接下來 唯有祝大家是 平安大吉 哇哇哇哇哇哇 我的射手朋友們 好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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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雲仔 是的 但是 雖然說靚 又不夠水平靚 是的 因為水平 是我 所以我去看那個星本 還有開完牌之後 是最靚的 是的 但是他們是第一 我們也是第二 是的 很正 是的 各位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射手座香港人 又叫任馬座的朋友們 是的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是的 那麼就在這個農曆潤4月 這個雙主座新月 就是發生在我們的對公 好了 那麼有什麼這麼漂亮呢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說 先虎後甜 必定是先虎後甜的 還有這個虎呢 其實對我們那個ego 我們那個self image 是會有一點點打擊的 是的 那話說什麼呢 就是 就是有些事情呢 會令到我們不開心 是的 可能 我當有些人去嘲笑我們 是的 去說我們的不是 那令到我們呢 即是拍檯 反檯走的人 咬不理你了 這樣 或者 不是我們反他們的檯 可能是他反我們的檯 是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包括什麼呢 我當別人跟我們分走 是的 那個對方是嫌我們 這樣那樣 是的 但是呢我們就絕對絕對 是可以化悲憤為力量 這件事 就是我一看到那些牌 以及看到那些星 我就完全覺得是不驚訝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很出名 是樂觀的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人生的模特兒就是 上天關了一線門 是的 我們首先相信 已經有其他的門可以做選擇 還有呢 我覺得我們的那個積極 是很幫到我們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都會安慰自己 關了一線門 關了一線門 就有另一道門開了 但是我們不是的 我們很相信自己 對自己很有自我的價值認同 我們會覺得 我也都不用等上天去開另一線門 我自己去找門 我自己去找自己喜歡的門開 各位射手覺得我這樣說 對不對 這是不是你們人生做人的哲學呢 是的 就是我們覺得 好 我這裡沒有了機會 我還在其他地方做好自己 是的 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射手 如果真的跟別人 有一些 即是再去靠自己 要去靠自己 其實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他過往會造成你的一個基本 他過往會造成一個對你的限制 是的 現在跟他分道揚標之後 你有一個自由心 你可以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是自己做得好 做得厲害 做得開心的事情 然後 然後 你們 即是包括我 會獲得極大的成功 成語拜 就真的提這個 農曆潤四月 是的 我覺得 我們 即是可以本住一個這樣的心態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今天你對我愛你不理 他日我要你高攀不起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一句 通常可能說 例如我今天去追一個人 他不騷擾我 我便去搞好自己 我把自己變得自己的那個 best version OK 到他日要他追回我 是的 但是他日 可能我已經不再騷擾他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的射手座的 Buddy們 可以有一個這麼積極樂功的心態 即使 有一些事情 一開始是會對我們造成一些打擊 甚至是一個心理上的打擊 但是不要怕 我們一定要愈強愈強 我們將來一定是 是要做一個成功 給人家一些顏色 是的 祝大家非常之好運 礦 礦 礦 到 谢谢大家